院長好 院長好 辛苦了 本席在今天質詢之前想提醒院長 就從本席3月24號質詢之後 提出來五個問題 其中關於經濟預測目標的部分 謝謝院長聽進去了 所以我們在上次回答之後 雖然兩天之後這個數據差異很大 但是畢竟是回答了 但院長我要跟您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五個問題裡面 除了這個經濟目標之外 還有四個問題還沒有回答 所以這個部分呢 能不能拜託這個院長能夠敦促所屬 能夠盡速把總質詢的問題 應該不是只有提問題 應該是可以回答這部分再拜託院長 可以嗎 委員如果有各方面的指教 那我們沒有來得及答詢的 我們都會用書面給委員做說明 是 謝謝院長的承諾 那麼我們也很期待能夠 盡速拿到這個資料 為什麼會在今天的質詢 會再提到這個沒有回答的問題 因為基本上來講 現在的紓困呢其實非常重要 那這個裡面的四個問題呢 其實會牽涉到後面的佈局 所以這個四個問題呢 如果院長可以請所屬 盡速回覆的話呢 就非常感謝 但與此同時呢 我想還有兩個問題呢 也要特別請教院長 就是院長是法律人 那也是著名的人權的律師 在這一次呢 有十一個警示的地點裡面呢 我們發現就是說 企業界也好民間也好 一旦收到這個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的通知之後呢 都非常自動的去落實行政單位的一個指導 所以他們在發函 就是說公司在詢問 或者民間在詢問勞工的時候呢 都會詢問這個問題 可是問題是說 學校詢問出來 家庭裡面的小孩跟企業界詢問出來的 大人跟小孩之間的答案不一樣 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請教就是說 那這樣子怎麼樣子 做後續的判斷的情形 院長您認為呢 我們就是把防疫如同作戰 怎麼樣能夠拿到最正確的資料 所以一方面 希望能夠藉由訪查 一方面在學校 孩子們也剛好學校老師 有這樣的機會 透過這樣能夠了解 那提醒來相關後續作為 希望不要有防疫破口 謝謝院長 所以如果我理解你正確的話 譬如說同一個家庭 家長其實帶著小孩 到了這個十一個景點 但家長因為了解這個後果 所以家長沒有很正確的表明的時候 如果學校的小孩 他有表明說去過這個景點的話 那麼你們在勾擊的過程當中 會以這個小孩 因為小孩比較天真無邪嘛 所以你會以這個勾擊的一個結果 來作為你防疫的一個措施 是不是 那請 跟委員說明 當然小孩子 我所提的是說 大人都沒有講 小孩子舉手 講了一半那件事情 那如果小孩子說了 老師就知道他有去 當然他可能在家長的聯絡 就會通知家長 也會通知家長 所服務的一個單位 是不是 好 謝謝您 謝謝您 那我下一個問題呢 院長可能這個院長 會比較合適回答 因為院長是法律人 對於這個憲法保障 隱私權也非常 市長請留步 因為後面都是衛福部的問題 謝謝您 那個院長是法律人 所以我要請教的說 在現在呢 其實對於隱私權跟防疫的部分 這個彼此之間的分界點 其實民眾有很大的疑慮 民眾並不是講說這個 有緊急必要 或者公共利益的情況之下 不需要 民眾擔心的是說 行政單位在執行的時候呢 會不會每一個人心中有一把尺 也就是說 主管機關在講的時候呢 然後執行的單位呢 他心中有另外一把尺 所以他做的程度是不一樣 也因為心中各有一把尺 執行出來的結果呢 就侵害到民眾的這個隱私權 所以院長 以您作為一個法律人的一個角度 對於這個手機或者行動裝置 監控的這個情形呢 這個分野在哪裡 您的意見 我們沒有說要監控民眾 而是對於疫情的掌握 希望能夠盡量做到 不要有防疫的破口 而對於民眾也沒有說 有侵犯隱私的作為 不過我們對於防疫 總是希望能夠做到 不要有防疫漏洞 但是院長您注意到 我剛前面提到就是說 每個人心中各有一把尺啦 他自己衡量的標準不一樣 就像前兩年的時候 洗錢房治的時候 金管會他雖然講說 你要know your customer 但是呢碰到了銀行 在實際上面落實的時候呢 銀行的行員呢 他的做法呢是比檢方 比院方還更嚴格 你要匯一個錢的時候 他不但問你資金的來源 他還要你提出來 如果說你這個是供應商的錢 你還要提出來相關的發票等等 這個就是我講的說 執行單位以及主管機關呢 雖然講出來的一個話 都是講必要 但是每個人心中對於必要的感覺 標準不一樣 所以在執行的時候呢 會不會有因為這些 個人的主觀的感覺不一樣 導致說雖然原來法令的規定 是一個美意為了防疫 但實際上面執行的時候呢 卻反而變成超過了那個界線 然後去侵害到民眾的隱私 確實在洗錢房子的時候 要求希望了解你的客戶 但也許做得過頭 那我也碰過這樣的情形 在我一上任的時候 就要求銀行在客戶這個錢 還問他今天你這個錢哪裡來什麼 弄得驗聲在道 所以我也成就這個點 要求金管會跟財政部 這個不能做超過 那目前為止我們在防疫的作為上 並沒有民眾說我們做得超過 那總是民眾也希望 政府千萬不要有破口 所以我們拿捏這個也很小心 最主要還是防疫 希望能做到嚴密 但不是在侵犯個人隱私 當然在執行上我們也會請執行的單位 千萬不要一人一把子做得過頭 謝謝 謝謝院長今天的承諾 那院長是不是再補一點點的時間呢 講說是不是院長也可以同時確認 將來在防疫期間過了之後的退場機制 民眾的個資呢不會被作為其他的用途使用 也能夠確實的刪除 不是只有在前台 也包括後台 院長今天可以可以給這樣的一個承諾嗎 這是應該的 好 特別謝謝院長 好 我們就進到今天的主題呢 我上面都已經標明了是哪一個部會 所以拜託那個部會的主管 就直接上來輔佐這個院長 我就不再特別請了 第一個呢 院長我們提到的超前的部署 那我們看一看呢 對於防疫的這個部分呢 醫療的用品跟措施 口罩的部分呢 其實行政單位 就像我今天早上的國事論壇的時候也提到了 我們其實台灣呢 從疫情發生到現在為止已經幾個月了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改善 有 特別也謝謝這個口罩國家隊 但問題是說到今天為止啊 我們台灣的人民還沒有能夠拿到一天一個口罩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在參與國際 就是說口罩外交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在算的時候 也應該先把台灣的人民照顧好之後 行有餘力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做口罩外交 院長 這個是這樣子算 怎麼樣才叫做夠 什麼樣才叫做最好 比如那天有人說一定要一天一片 那我們陳時中部長說一天兩片更好 所以這個我們在國家對於口罩在產能增加後 我們也盡量增加 所以才從七天三片跳成為十四天九片 這是盡量做到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把行有餘力 而且國外有很多國家 確實連醫療人員也沒有口罩 所以我們也對於相關需要口罩的國家給予幫助 也獲得很大的肯定讚賞 所以我們對於口罩一定是最重要的物資很謹慎的使用 是院長 但是我要提醒的 就下一頁 我要提醒的是說 那個全民 那我們問說全民一天一片口罩 這個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達成 然後第二個我再提醒那個院長 可能您的部會首長 不知道有沒有跟您報告清楚 因為我們上次在舉行這個 司法法治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我們在參訪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原來司法院 司法院他能夠拿到的口罩 他取得的比例 他要求的九千九百八十幾片 可是他真的能夠拿到的比例 是差不多只有十%多 所以這個落差有將近90%的 那試想法院的法官還有法院的相關的人員 在開庭的時候他是第一線碰到民眾的 這個風險也容易形成 院長你剛才特別強調說 不要有防疫的破口 所以對於司法院還有這個第一線的人員 接觸民眾第一線的人員的這個口罩的需求 還不是講一天一片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能不能夠補足 因為如果他沒有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都知道法官的工作量是相當大的 你叫他在排隊 在藥局旁邊排隊買這些口罩 幾乎上面來講是不可行 那他是不是一片口罩呢 是用了七天 只是看起來有口罩 但實際上面沒有口罩的作用 這個部分能不能拜託幫忙一下 讓第一線的人 第一線的人 優先把他需要的口罩量給他們 可以嗎 第一線的人應該要優先給他 這個我們在座位上是這樣的 我請魏武說明 但今天沒有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在指揮中心固定一個禮拜開兩次的會議 剛剛您這上面所有的代表都有在裡頭 那只要他們 司法院他講說 司法院他可以透過法務部那邊 只要有需求 我們其實在公部門的部分 司法院跟法務部是兩個部門的單位 我想院長很清楚 但是他們可以透過同樣的管道 包括警銷 還有各地方政府都有參加我們的會議 是 但是他參加了會議 他的需求 你只給他十幾% 他有提出我們都會給 這個是一個承諾嗎 因為在今天之前他們沒有 但是院長 今天您在了 所以今天 是不是次長提的這個部分 他們要的部分 第一線人 只要提 都會給 我們要看他提出的計畫 申請的用量 如果是合理的範圍 我們一定會 所以你認為司法院提給你的用量 是有將近90% 是不合理的嗎 我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看他的 你實際上面他拿到的是有幾% 院長請容我 在因為我時間只剩下三分鐘了 我很多都沒有問 另外一個問題 除了口罩之外 呼吸器 院長我相信您知道 現在各國都在搶購呼吸器 紐約的市長 他最近花了4.25億向大陸買呼吸器 然後其他各個國家也在搶呼吸器 可是我們看一下我們台灣的部分 台灣我們送出去送給捷克25台的呼吸器 可是台灣按照經濟部講 經濟部說我們台灣並沒有呼吸器的產能 然後他講說 現在我們也想要做一個呼吸器的國家隊 可是呢 衛福部還沒有給這些相關的廠商合可 是嗎 衛福部 跟委員說明 目前台灣所有做呼吸器的人 會簡短回答 林建廠都有 那只要有一個廠商願意把它整合起來 他提出申請 衛福部已經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合可的案例 他只要來申請 我們就會快速的給他 有沒有 因為經濟部都已經講了 有沒有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合可的案例 我們目前衛福部還沒有接到他們過來 還沒有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拜託一下 因為我相信這個不是只有經濟部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將來 我再跟兩位報告一下 你如果看最近的訊息 你會看到 意大利缺呼吸器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因為沒有呼吸器 所以呢 他要用那個呼吸的管子啊 用分叉 用分叉的 讓一台呼吸器呢 是可以支援多個人的 好 我們下一個問題呢 是因為最近啊 我們看到就是說 美國CDC啊 他把這個奎寧啊 他把它移除在 他認為是這個防疫的這個用藥 可是我們今天剛好台灣的新聞呢 也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準備了一千五百科的奎寧 準備是給國內的需求用 所以碰到 在我們做這個需求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 美國CDC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想請問這個計畫 是不是有修正 然後還有呢 這個我們政府採購的這個預算啊 這個一千五百萬科的奎寧的採購的預算 還有它的來源是從哪裡來的 跟委員說明 所有專家會會對於治療病人的指引 那目前是有放這個 有沒有修正 目前還沒有 因為某個程度 所以還是按照原來的進行 原來還在做 那那個次長 我要特別拜託你 讓我問一下問題 因為時間快到了 那那個對於預算的部分 能不能拜託用書面給我 好 謝謝 那我下一個要請教 就是醫療設施的院長 那個為什麼要麻煩你的原因 因為我發現跟你講比較管用 你知道 我們看到美國的部分呢 你會看到它不管是軍艦也好 或是在中央公園外面 它都設置了這個醫護站 它是準備 就是有這些的人員的時候 醫院的不夠病房的時候 它可以在這些地方設置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國內目前對於這些 荒廢的廠房或者文子館 我們有沒有去做這樣的規劃 然後我們現在的醫療人員 不是講說上次有大批的人員 不願意擔任 那醫療人員的補足 我們現在有沒有在做 其實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場館 這些場館我們都有做準備 甚至 你不是這個人的說法 那是在這一間的 記者法務大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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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謝謝